其实蒋介石早已料到 南京的守卫战必定会失败告终 首先在松户会战中 日本空军拥有近3000架战机 相比之下 国军的300架根本不值得一提 雪上加霜的是 国军的多数飞行员游勇无谋 技术十分糟糕 在八日蒋介石撤离的当天 所有的空军也随之撤离 没有了空军就证明了国军无法在高空侦查情报 还有就是转移到重庆的官员 带走了大部分先进的通讯设备 致使军队各部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联络 其实国军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士兵都是一夜之间成为军人的 他们并非自愿重军 而是被从乡下抓壮丁硬招入伍的 相当多的人来南京之前从未持过枪 由于弹药短缺 也极少浪费在交新兵如何射击上 而有作战经验的士兵 多是从上海前线撤退回来 他们机长陆路 疾病交加 甚至都无力完成修建掩体和战壕等防御工作 12月9日 日军开始在南京附近空头 由松茎石根起草的招降传单 以诱骗城中的国军放弃抵抗就能得到宽带 12月10日 在后乡无果的情况下 在城东中山门外的日军下令猛烈炮轰南京城 在守城的这几日里 面对日军的猛扑 国军的抵抗极为艰难 11日中午 蒋介石直接下令 要求唐生智的部队大规模撤退 蒋的理由是 若你不能维持局势 就应该把握撤退的机会 以保存实力 重整军队 以待来日反击 可现实情况确实 日军已突破了国军的防线 当时已无可能实现有组织的撤退 12日凌晨 唐生智最终屈服决定撤退 可谁料 日本海军已行进到八卦州的东部 切断了国军从南京撤离的最后一条路线 无计可施之下 只能请求德商爱德华介入 与日军协商停火协议 后被送进十根拒绝 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唐生智通知部队 即使不能突破日军的包围 也要尽量尝试渡江 不出所料 撤退命令使国军陷入一片混乱 有些军官在城里东奔西跑 传递撤退的命令 有些军官没有告诉任何人 自己躲起来保命 致使不明真相的士兵 以为其他部队在临阵脱逃 欲以武力制止 在撤退的途中 为了避免被日军俘获 士兵们竭力混入普通百姓中 一些人闯入商店拿走便服 另一些人干脆脱掉军装 在冬日的严寒下赤裸上身 那天晚上 不尽其数的人 在试图渡江时死于非命 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挤出城门 这些人爬上城墙 从墙上坠落身亡 当最后一条渡船消失后 士兵们抱着一切能够漂浮的东西 试图游过长江 但几乎全部溺水而亡 12月13日浮晓 日军蜂拥入城 迅速占领政府大楼 银行和仓库 并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开枪杀人 其实 在日军突破南京城墙之后 他们进入的是一座 人数远超过自身军队人数的城市 约有50多万名平民 和9万名国军受困于南京 相比之下 进攻南京的日本士兵只有5万人 然而 面对日军的无差别屠杀 城内居民零星的反抗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人们深知失去了政府的保护 没有任何个人资源 更看不到未来的出路 只能寄希望于日本人善待他们 有些人甚至相信 日本人会是更好的统治者 毕竟在他们需要帮助时 是国民政府抛弃了他们 可眼前到处屠杀中国平民的日本兵们 并没有因为人民的不抵抗 而放下手中的机枪 相反的 以他们宁愿自杀 也不愿被俘的军队文化来说 中国人不与敌人死战到底的行为 令他们感到费解 当发现战俘人数远远超过征服者人数时 对眼前的中国人就更加鄙视了 一位参与屠杀的日本兵 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他对这些人的懦弱感到厌恶 当想起自己在先前的战斗中 曾偷偷害怕过中国人时 突然感到很羞愧 他突然有一种冲动 不由自主地贬抑这些囚犯 作为人的属性 将他们比作昆虫或是动物 南京大屠杀期间 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屠杀战俘事件 发生在牧府山附近 牧府山坐落在南京城外的西北角 这里紧贴长江 有渡口可以抵达北岸 日军欺骗这些数以万计的战俘们 将会把他们转移到 长江中心的一个叫八卦州的小岛上 人们被反绑了双手 在江边等了三四个小时 也没有看到任何准备过江的迹象 他们不知道的是 日本兵已经在沿江 对他们形成了新月形的包围圈 许多机关枪已经对准了他们 突然之间 各种枪支同时开火 枪声和绝望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 中国人在绝望中痛苦地挣扎 一小事后 人群终于变得悄无声息 日本兵们开始用刺刀逐个砍刺尸体 从夜晚一直持续到天亮 据统计 大约五万七千名平民和缴械的士兵 在牧府山一带被杀害 而这些死亡人数 只占日军在城内屠杀人数的一小部分 由于很难找到掩埋如此巨量尸体的壕沟 为了毁尸灭迹 最后 日军直接将烧焦的尸体 抛入长江 接下来 日军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妇女 妇女无论老幼 都逃脱不了被强暴的命运 每个妇女被分配给15到20个日本兵 任由他们坚硬凝辱 其实 日军早有宣布 强暴敌国妇女为非法行为 可许多人却相信 这种恶行会叫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神用 而军队的禁令 只会起到让他们在施暴之后 将他们杀死的作用 因为死人是不会搞法的 日军在南京的恶行 请恕我不再一一列举了 引用松井石根后来对南京局势的描述加以概括 他说 日本军队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无法计的军队 我曾斥责他们说 由于你们的暴行 我们的一切战斗成果都将化为泡影 一想到两国关系的未来 我不禁感到灰心丧气 我永远都不可能因为这次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 节目的最后请恕我说两句话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怪罪我 你为什么没有花大量的篇幅来控诉日军的暴行 反而却着重讲述国军的不是 其实我也不忍这样做 在通读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之后 台笔又放下 我犹豫了很久 最终鼓起勇气 将我脑中的影像做出如上的总结 因为人们在接触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之后 满脑子都是日军进行杀人比赛的残忍画面 而这些很难给人们带来思考 诸如日军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 国人为什么任由敌军屠戮而不反抗等等 了解完这些铺垫之后 仿佛一切都能说得清了 这无疑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用血淋淋的事实 向我们后世述说着富国强兵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魂 甘心屈居于人下 他不会博得敌人任何的同情和呵护 相反的只会叫敌人更加的瞧不起 放任他们为所欲为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 如今崛起的中国并没有让我们失望 他对内呵护着人民 叫我们躲过了三年严重的瘟疫 对外又敢于帝国主义霸权正面交锋 为我们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上保驾护航 面对盛世的中国 大家还在抱怨什么呢 若是九泉之下的南京人民看到了这些 定会倍感欣慰吧